他又不敢在別人面前施展火神怒 所以南若蝶就說得對 他們現在最應該做的就是忍 大丈夫能屈能伸 以後再收拾他們 本個時辰之後 齊足浩和南若蝶終於來到平頂山之巔 平頂三山山如其名 山巔之上十分平坦 就好像被什麼切割山頂一樣 十分怪異 而來到平頂山之巔 齊足浩和南若蝶就更加震撼 哇 山巔之上 人山人海 前來參加修圖巧合的武者 比他們想像中還要多得多 這種競爭簡直嚇死人 齊足浩是知道 千巔中是五年才開山修圖一次 而且一次只會收兩千七百名弟子 也就是說平頂山上三萬幾個武者 是九成都會被淘汰 平均十個人中 只得一個可以拜入千巡中 齊足浩真的壓力非常之大 他境界又低 年紀又大 而且又不可以展露特質 想拜入千巡中 是沒有什麼希望的 齊足浩 你不要胡思亂常 我們過去先 看到哀聲嘆氣的齊足浩 南玉蝶就連忙出於安慰 他也明白 齊足浩現在的壓力肯定非常之大 因為三萬幾的武者當中 齊足浩現在可以說是 最最最最最廢柴的一件 當然 只有南玉蝶才清楚 齊足浩是一個多麼逆天的天才 只不過他的實力又不可以展露 現在兩個人朝著平頂山中央的巨大石台走過去 已經接近午時了 烈日高原是酷熱難忍 雖然說頂著高溫暴曬 但是平頂山的所有武者 神情也都激動非常 穿過了擠壁的人群 齊足浩和南玉蝶很不容易才來到石台邊上 等待著巧合開始 趁著這個時間 南玉蝶就低聲問了 齊足浩 你想拜入千尋中哪一座山峰呀? 南姑娘 對於我來說 只要可以入到千尋中 哪座山都一樣 齊足浩回答一句 他是知道的 千尋中除了封一湖中心的主峰天丘峰之外 還有圍繞著封一湖周邊的九座山峰 武者要拜入千尋中 其實就是拜入九座山峰之一 將齊足浩二人帶出方谷的獨青羅 就是晚霞峰的封主 封主了 在千尋中的地位 僅次於宗主和長老 和主峰四殿的殿主是平起平坐 地位尊重 每一個封主都是受萬人景仰的高手 而齊足浩的情況 可不可以拜入千尋中都很難說 所以對他來說 拜哪座山都不重要 有得拜才好 最重要的是不要被人淘汰 現在拜入千尋中就好像如若龍門 他就真的不想失去這個機會 唉,來都來了 搏一搏,單車變摩托 正當齊足浩在這裡出神 一道無比雄雲的聲音 在整座平頂山 就徹底響起 宿靜 有請 有請 九位風主 來了來了 在那裡啊 第24章 厚核 與淘汰 大家宿靜 我千尋中開山收頭 五年一度 今天 是一個令人期待 和愉悅的日子 相信大家都已經了解過我千尋中收頭規矩 我都無謂多說了 現在 有請 九位風主 正當齊足浩和南玉劫在這裡低聲交談的時候 突然之間 一道無比雄雲的聲音 就在整座平頂山上面響起了 平頂山上的舞者都不約而同 大家都收了聲 眼神激動 就望向中央石台了 隨著幾句話響起 在整座平頂山都安靜了 這麼安靜的場面 這道氣氛顯得異常緊張 只見一個中年男子 他的境界是納寧圓滿 剛剛齊足浩和南玉劫都沒有注意到 所以不知道他到底什麼時候來到石台之上 只見他話音光落 人群之中就自動散開 九位身穿異服的男女就緩緩走上石台 他們之中有三四十歲的中年人 也都有五六十歲頭髮花白的老年人 他們就是千尋中九封的封主 齊足浩就清楚看到 獨青鑼的身影都在其中 隨著九大封主登台 一群身穿千尋中中門服飾的弟子 也都是緩緩來到石台之上 有些人就抬著坐椅 有些人就背著華蓋 井然有序 場面就十分之壯觀 和齊足浩一樣 眾武者全部都眼神期待 看著這班千層中的弟子 是羡慕知識 亦於現表 那些坐椅依次排開 九大封主斷坐在石台的中央 九個弟子分別站在他們的背後 五顏六色的華蓋 令到天空中的烈日 一絲都無法照到九位封主的身上 而其他弟子 就三人一組站立 每一組弟子的服飾顏色都不一樣 很明顯 服飾的顏色就是千尋中九封的象征 就好像身穿紫色服飾的那三個人 就是晚霞封的弟子 那中年男子快步來到九大封主的身前 公身說了幾句 只見一個白髮老者立即起身 眼神凌利 素視台下眾人一眼 才朗聲說道 主位 老夫是千尋中齊雲封的封主羅定 請大家依次排好隊 想拜入哪座山峰的 就排在雙形口核弟子的根詞 口核 現在開始 齊雲封封封主羅定的話音剛落 就懶洋洋地又坐回椅子 見狀人群之中就一陣躁動 很快就排成了八條長龍 嘩 場面之壯觀齊族號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 齊族號和南玉蝶就排在晚霞峰的巧克隊伍之中 這個就是南玉蝶的意思 齊族號想拜入千尋中是很難的 而他們和晚霞峰的峰主讀青羅有一定的交叉 或者可以靠著人情混入千尋中也不定 南姑娘 為何枯木峰的巧克弟子這麼少 齊族號看了看 就有點詫異就問 呼木峰的巧克弟子 竟然只有數十個人 真是手比和大比 沒得比呀 文言呢 南玉蝶就嘆了口氣 跟齊族號解釋說 這點我都不太清楚 據說是因為呼木峰的峰主性格怪異 對對弟子又十分嚴厲 他門下的弟子很多都是被他折磨而死的 或者都是因為這個原因吧 只要是精神正常的舞者 都不會選擇拜入呼木峰的 只是那些沒辦法拜入其他三封的舞者 才會考慮拜入呼木峰的 南玉蝶一番解釋 齊族號這邊就頓時訪悟了 原來大家都怕死 全部人都怕呼木峰峰主 想到這裏他很好奇 就望向呼木峰峰主 只見那個是一個不苟然笑 臉色陰沉的中年男子 嘩 單就看樣子 已經有一種令人望而生為的感覺 一看就知道很兇 諸位 我千尋中修圖巧核 就是年齡巧核 境界巧核 屬性巧核 巧核過關者可以去見峰主 峰主會根據你們的資質誤性 決定你們是否留下 明白嗎 中年男子接著又說 我想大家都知道 測靈骨可以測出武者的真實年齡 不是十四歲到十八歲的 直接淘汰 測靈石可以測出你們的身體屬性 知質差的也都直接淘汰 測靈骨就是一種特殊妖獸的骨頭 和一些珍貴材料煉製而成的 武者只要騙著他 就會顯示出具體的年齡 所以說想蒙混過關 絕無可能 中年男子接著又說 諸君 不要怪我沒有提醒你們 一旦被測出年紀少於十四 或者大於十八 你們會受到我千尋中的寵罰 所以年齡不符者 請你們速速離開平頂山 中年男子素視眾人 然而八條長龍和枯木峰那班 少得可憐的隊伍 居然一個人都沒有站出來 很明顯 這些東西 誰敢拿自己的年齡開玩笑 這樣不單只會敗不入千尋中 相反還會受到寵罰 好 既然沒有人離開 今年的口核 現在開始 見到沒有武者離開 中年男子立即就宣布 齊燭號聽了 一火心十分之緊張 他就在祈禱千萬不要被淘汰 齊燭號和南玉蝶的前面 有整整十個武者 只見晚霞峰的三個弟子 換換來到石台邊上 三個人都是青年男子 他們手中 一個手握像本一樣的書和一支筆 一個拿著一支怪異的透明骨頭 另一個拿著一枚拆鈴石 不用說了 他們就是晚霞峰的巧核員 第一位上台 報上性命、年齡、境界和身體屬性 負責紀錄武者信息的青年就在喊 要好嗎 文言呢 站在隊伍最前面的一個少女 連望就飛身躍上石台 並對三個男子 抱拳就說 稟師兄 我叫周文芳 年名十七 尹密三層境界 水屬性 那個青年男子就不走龍蛇 很快就把女子的訊息記錄再測 這個時候 另一個男子 就把測鈴骨頭給少女 就說 好 現在測一下你的年齡 女子呢 小心接過測鈴骨 測鈴骨立即就發出淡淡的金色光芒 光芒之中 隱約顯示十七兩個光芒 雖然說就不是很明顯 但是憑著武者的眼力 是一眼都看得出來的 青年男子點檢頭說到 好好 好好 現在測你的身體屬性和具體境界 測鈴石的另一個作用 就是測試武者的具體境界 這個呢 都不能出貓 武者 即使施展秘術隱藏境界 在測鈴石的測試之下 也會毫無隱藏地暴露出來 那個青年考核員 話音光落 手持測鈴石的青年 立即就將測鈴石遞給少女 那少女呢 緩緩閉上雙眼 不多時 測鈴石的一個角 就亮起了淡淡的藍色光芒 青年就不禁搖頭 說 周文芳 十七歲 單一水屬性 穩脈三層境界 知質下等 吳成下等 淘汰 聽到青年考核員宣佈的結果 那少女呢 好像被雷劈一樣 在青年的苛斥之下 才懂得緩緩走到石台 哇 神情呢 一陣失落 但是她 也沒有離開平頂山 而是朝著 枯木峰的考核隊伍 就走過去了 參加枯木峰考核的武者 很少 但是枯木峰 最終也會收足三百幾個弟子 少女 在晚霞峰這邊 慘遭淘汰 也都可以去枯木峰 或者其他山峰 再考一次 看到少女失落離開 齊族號 就一念無奈 十七歲 穩脈三層 因為姿質唔性低 直接淘汰 那豈不是連見下 晚霞峰峰主 阿毒青羅姐姐的機會都沒有 不是吧 黃峰 十四歲 穩脈二層武者 單一火屬成 姿質下等 吳姓高等 晉級 很快 那青年考核員 又一次宣布了一個結果 哇 只見台上的那個少年 哇 立即就 好高興 跑向了石台的中央 隨即 就見他貴伏在地 對獨青羅就說 弟子黃峰通過巧合 請封主審核 但是呢 只見獨青羅冷冷看了他一眼 就說 這樣的年紀 晉級穩脈二層 修煉速度都不錯 誤性都可以 但是資質太差了 太到一邊等待結果 每一座山峰 通過三條有巧合的人 絕對不止三百個 而這批人 最後還要經過封主挑選 才算是過關 所以說 通過這裏的巧合 只成功了一半 現在的巧合還在這裡繼續 齊足浩和南玉劫前面的八個人 已經有五人進級 三人淘汰了 現在 絕之都來到南玉劫了 只見他不慌不忙 就走到台上 完全看不出一絲擔憂 齊足浩心想 南姑娘又怎會失敗 如果南玉劫都會淘汰 那還有誰進級 南玉劫 十六歲 風屬性和火屬性 穩密圓滿境界 至責中等 吳勝高等 晉級 聽到青年的宣布 不僅是晚霞峰這邊的巧合隊伍 還有其他的巧合隊伍 還有九大風主 是個個個都望向南玉劫 大家都在暗暗地看 嘩 妖葉啊 南玉劫 真是個妖葉啊 哈哈哈哈 青羅師妹 你晚霞峰 認真好福氣啊 竟然可以得到一個這樣的天才 齊雲風風主的語氣 羨慕之中有大點妒忌 不過聽到這樣的話 讀青羅就沒有說什麼 而是直接朝著南玉劫招手 南玉劫 過來我這邊 聽到這句話 南玉劫眼神複雜 就望著一眼齊軸號 轉身 就走到了石台中央 然後 一個青年考核員 就大聲說到 下一位 上台 蛤 問到我啊 齊軸號這邊 就內心忐忌 走上石台 一連串的測試下來 只見一個青年 就很詫異地宣佈結果 齊軸號 18歲 穩脈一層警戒 火屬性 智質下等 悟性下等 吳性下等 淘汰 OH NO 青年考核員這邊 直接宣佈了淘汰 聽到語氣之中 還帶著些少憤怒 齊軸號的年齡 已經到達18歲 竟然只得穩脈一層警戒 且知質悟性都是下等 這樣的人 不是廢柴 哪裡有資格來遷尋中 真是不知道這樣的廢柴 為什麼要來參加考核 齊軸號看過去 連另外兩個考核員 也是一點的露息 按照齊軸號的知質悟性 年齡和警戒 無疑在耽誤他們的寶貴時間 何人想要浪費了三分鐘 齊軸號一點的失落和妄意 只不過這個結果 其實他早就料到的 他還想展露一兩種其他的屬性 還適當把悟性再提高一點 只不過南浴劫的話 就令他打燒了這個念頭 齊軸號不蠢 他現在的年齡已經是18歲 但是他只得穩密一層警戒 他一旦多展示一兩種屬性 而且將悟性提高一點 好難說 會不會引外什麼其他麻煩 南姑娘 嘻嘻嘻 我衰的 第25章 峰迴路轉 行話小說 我們書接前文 齊軸號此刻 心中就清楚 以他的資質悟性 完全可以進入千尋中 只不過 他是不可以暴露自己的 真實資質和悟性 這樣會招來殺身之禍 樹大招風的道理 understand 而且齊軸號 就算把資質悟性稍微 展露一點 他其實也不敢 原因很簡單 一個資質悟性 只要達到一般的武者 是不可能 18歲了 還是一個穩密一層武者 那就好像說 18歲的你 還在讀小學一年級 這樣一來 分分鐘有大麻煩 甚至乎 可能會被人當為異類 捉去研究 得不償失 齊軸號想要拜入千尋中 其實他是更想活命 萬事保命為主 只要不死 他相信 即使沒辦法進入千尋中 也可以靠自己的努力 成為一個頂天立地的高手 齊雲鋒、紫竹鋒 巧合隊伍當中的武者 每個人都眼大周縫 是看著齊軸號 可以說 整個平頂山上 幾萬人 在這個現場 齊軸號可以說是 最廢柴的那件 武之一 這樣的武者 不要說千尋中 連那些低級王中 都不會要 所以 很多人 都很佩服齊軸號的勇氣 這樣的廢柴 竟然敢來參加巧合 Respect 好了 你趕快走下去 不要耽誤人家 一個青年巧合員 冷亨一聲 對於齊軸號這種 廢柴中的廢柴 他就一點憐都沒有了 聽到這樣的話 齊軸號都很無奈 只得搖頭走到石台 被淘汰早就注定了 而在石台的中央 南玉劫就撫笑搖頭 看著失魂落魄的齊軸號 他內心 很莫名的通 轉身望向獨青鑼 想說 尋求一下獨青鑼的幫助 只不過 獨青鑼反而是給了他一個 不必多說 這樣的眼神 意思呢 就是你都不用說 不會答應的 獨青鑼心中清楚 這個姑娘 很有可能 是要想幫齊軸號去求一下情 請他收下 可惜他真的看不上 也不想南玉劫會因此 失去一些應得的東西 影響了修煉 所以 還不如請你好好放下 然而 獨青鑼的眼神 並沒有阻止到南玉劫 他是必須要拜入千尋中 這件事對他來說十分之重要 但是他也不會眼睜睜看著齊軸號 孤身一日離開平頂山 如今之計 都只得最後一個辦法 獨風主 弟子請求風主 可以給齊軸號一個 記名弟子的名額 嘩 千尋中的修圖巧合規矩中 有一條 每一封在收滿三百外門弟子之後 還可以增加三名的記名弟子 而這三名記名弟子的名額呢 可以由風主決定 也可以由外門弟子舉戰 南玉劫碟 你知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你舉戰齊軸號進入千尋中 你在千尋中的待遇就會降低一步 這樣是會影響你自己的修煉的 而且齊軸號這樣的廢物 就算是入了千尋中成為記名弟子 都沒有任何的前途 你這樣又是何必呢 讀青羅語氣形重 記名弟子呢 在千尋中是最卑微的弟子來的 需要負責千尋中各種的工作 幾乎是沒有什麼時間修煉 可以說是永無出頭之日的 而南玉劫 竟然傻到願意去放棄一半的資源待遇 令到齊軸號成為晚霞峰的記名弟子 唉 這一著就真是令到讀青羅不解論 齊軸號有多帥仔值得你這樣做 你這樣會害了你們兩個的 其他八個風主呢 聽了南玉劫和讀青羅的對話之後 也都不由自主望向他們 千尋中九峰 以晚霞峰的實力是最為強大 他們現在其實都希望 讀青羅你不如收下廢柴吧 這樣就可以壓制一下南玉劫這個天才的修煉 他們各個風呢 才有可能和晚霞峰還有一番競爭 晚霞峰呢 本來就是名氣超然 實力獨佔偶頭 如今又得了南玉劫這個天才 可以想像其他八峰的壓力很大 搶走南玉劫又幾乎不可能了 如今有少少機會去壓制一下這個天才的修煉 各個風主呢 自然都不會錯過 所以沒有等南玉劫回答讀青羅 齊雲峰峰峰主羅定 那老爺呢 就連忙笑呵呵地說 青羅師妹 不過是一個記名弟子 收下又何妨呢 哈哈 對你晚霞峰來說 沒有任何影響 哈哈哈哈 是嘍青羅峰主 愛門弟子 是有資格舉戰一個記名弟子的 如今你晚霞峰三個記名弟子名額 全部留住 怎樣呀 想亂了規矩呀 哈哈哈哈 一個中年男子 亦都是附和一居 他呢 就是戴玄峰的峰主 孔伯了 一時之間 各大峰主 除了枯木峰的峰主朱天榮 是個個都面大笑意 看著讀青羅 他們的施壓之下 讀青羅 是想不收下這個弟子都不行 這班扑街 讀青羅呢 就心中暗霸 就是千尋中的記名弟子 齊俗號這樣的廢物 都沒有資格得到的 一般來說 都不會有外門弟子舉戰他人的情況 但是南玉劫你就 嘿 在心中無奈嘆息一聲 讀青羅就望向南玉劫 就問了一聲了 是 你真是要舉善齊俗號 是 風主 如果你不答應弟子的請求 那弟子都只能夠離開千尋中 另覓中門 或者轉頭他方的門下 我想 諸外風主 應該都很樂意收得弟子 和齊俗號的 南玉劫這番話呢 擺明就是威脅 只不過讀青羅都沒有生氣 因為他說的都算是事實 看看那八個風主 那些眼神 哇 每個閃光一樣 霸不得自己 馬上拒絕了南玉劫 他們就好過來搶了 好了 的確是你的決定 希望你不要後悔 去把齊俗號帶過來這邊 聽到讀青羅這句話 南玉劫就頓時大起 連望回應一句 就朝著齊俗號是小跑而去了 看到這樣的情況 另外八大風主 亦都是一臉沮喪 搖頭不煮 當然 八大風主之中 亦都有偷笑的 畢竟 讀青羅收下齊俗號 對於南玉劫的打壓效果 已經達到 武者拜入千尋中 為的就是修煉之源 只有外門弟子一半的修煉之源 我看你南玉劫就算是個天才 光環都會逐漸淡化 直到被其他風的天才超趕 齊俗號 啊? 南姑娘 你為何過來了 齊俗號這邊 剛剛在壓落心中的失落和不甘 眼神換山就看著南玉劫 他已經決定了 等千尋中修圖口核結束 他就告辭南玉劫離開平頂山 另想辦法苦修 只不過 南玉劫面上就帶著笑容 跟他說 齊俗號 你還在犯淘汰的事嗎? 不用怕 我已經幫你拿了一個記名弟子的名額 你跟我過去吧 蛤? 記名弟子? 齊俗號一念詫意 連王就擺手說 南姑娘 你的好意我心領了 但是 因為一個記名弟子的名額 就會影響到你的修煉 我不想這樣 齊俗號就很清楚 南玉劫舉戰他 是獲得了一個記名弟子的名額 但是南玉劫 在千尋中內的資源 就會少了一半 這樣的話 豈不是擔誤了南玉劫的修煉速度 齊俗號 你說什麼? 我南玉劫 還欠過少少的資源嗎? 南玉劫這邊 就喝釋一句 修煉資源減半 對他來說 沒有什麼影響 以他的身份地位 會缺乏修煉資源? 嘩! 說笑啊 他反而是擔心 齊俗號成為了記名弟子之後 要拼命工作 劈柴擔水 洗衣煮飯 抹地擦作等等操作 將會佔據他大部分的時間 不知道 他又可不可以堅持下去呢? 齊俗號之前的那種警戒飛升速度 還可不可以繼續提升呢? 好吧 多謝南姑娘 聽到南玉劫都這樣說 齊俗號更加就沒有拒絕的理由 依他現在的情況 能夠成為千尋中晚霞峰的記名弟子 已經相當之不錯了 他內心很高興 巧合被淘汰的他 竟然峰迴路轉 又成為了晚霞峰的記名弟子 全靠南玉劫 這個軟飯都幾香 對於做粗野 齊俗號心中自然有些少抵促 但都沒辦法了 記名弟子就是要做這些事情 不過他都不會灰心 因為記名弟子還有晉級機會 在千尋中 記名弟子只要修煉到穩密五層境界 就可以申請挑戰賽 只要打低一名實力墊底的外門弟子 便有資格成為外門弟子 享受同等待遇 弟子齊俗號 拜過獨風主 齊俗號這邊 很恭敬地向著獨青羅行禮 不僅是他這個記名弟子 就是其他的外門弟子 也不敢稱各大瘋主為師父 因為他們現在 還不是真正的千尋中弟子 只有去了千尋中 得到各瘋弟子的身份肉牌 才算是國瘋風主的門下弟子 只不過看到這件事在鞠躬 說話 讀青羅就很平靜 好像沒聽到 完全不想回答你 齊俗號一陣子尷尬 只得恭敬地 退到一邊 讀青羅你看不起我 都很應該的 毒瘋主 你可以收到齊俗號這個真正的天才 這個才是你的運氣 這麼厚你就會明白的了 南玉蝶在心中 就搖頭感慨 種種原因 令到所有人都看錯了齊俗號 而這個事實 只有他才是心中明白的 狗瘋口核 現在還在有條不穩 在進行著 時間就緩緩流勢 本來就沒有什麼氣氛 突然之間 那麼 紫竹豐那邊的口核員 哇 一把聲傳過來 好鬼激動的 令到整座平頂山的武者 全部都為之一驚 不由得 就唇聲望去 沈直十六歲 仍然一層警戒 單日兵屬性 志則下等 五星特等 晉級 此話一出 是連九豐豐主 全部都面色各義 是望向紫竹豐的口核處 只見那裡 一個身穿淡藍色群裝的少女 哇 樣貌絕美 面色古井無波 甚至帶著淡然的冷漠之色 是一個兵美人 周年齊竹豐和南玉劫 也都紛紛詐異地望向審席 十六歲的營養武者 倫起來 被南玉劫還要逆天 千星棍城這種地方 竟然可以出如此天才 突然之間 紫竹豐豐主光夢元 就激動到大笑出聲 好可怕 因為這個是他紫竹豐的弟子 光夢元的激動 是發自內心的 以審席這個年紀 和南玉劫相當 境界卻比南玉劫還要高 只不過 資質是略差一點點 南玉劫 但是吳勝要比他高 他 無疑就是和南玉劫相當 甚至可以說是更強的絕世天才 自足豐的實力和聲望 比起其他七豐還要強 但是呢 就一直被晚霞峰壓住 這個局 哈哈 絕之可以打破 哎呀 江師妹 你就好啦 恭喜 忘憂風風主 虎春雷 皮笑肉不笑 望著一眼光夢元 他和另外六大風主的眼神之中 都帶著不加掩飾的煽霧忌道行 為什麼江夢元讀青鑼 你們兩個女的運氣這麼好的 是不是偏心啊現在 經過風主 這個冰美人沈夕的聲音呢 就好像他的容貌一樣冷漠 但是聽到江夢元的耳中 嘩 就好像美妙的鮮樂一樣 他十分之讚賞地點了點頭 面上呢 就眉毛都在那裡笑 好 好 沈夕 嘩 名字不錯啊 你先退到一邊休息先 江夢元一邊打量沈夕 嘩 好開心 過了很久 才記得陪人家一句 而沈夕這邊 就不再說話了 微微朝著江夢元抱拳之後 他就退到一邊 轉頭呢 就向齊竹號南玉劫 忙了過來 第26章 記名弟子 行話小說 我們書接上一回 齊竹號呢 被沈夕冰冷的眼神看過來 就有點不太自然了 他朝著沈夕 微微點頭 算是回應了 但是沈夕呢 似乎 就不是打量他一樣 冷漠的念上 是沒有任何表情 搞到齊竹號呢 搞到齊竹號呢 就很尷尬了 看到沈夕對齊竹號的態度呢 南玉蝶這邊呢 就很不爽 他瞪了沈夕一眼 沈夕竟然不把齊竹號擺在眼內 嘩 我好生氣啊 但是南玉蝶 不是那麼高興的眼神 沈夕同樣 也沒有任何的表情流露 而且 還很莫然地 將視線移開 嘩 過鬧夜 這樣的情況 令到南玉蝶就更加生氣了 只不過 他很快就將心中的情緒壓低 哼 你不看我的嘛 我都不看你 沈夕完全無視了南玉蝶 南玉蝶呢 是一個聰明人 如果他繼續表現出不滿呀 憤怒呀 證明他的心性 就沒有沈夕那麼強 無形之中 還被沈夕壓了一頭 不行 這樣不是我想要的結果 是嗎 是啊 現在 巧合還在繼續 越來越多的武者被淘汰 進而轉向傅木峰的巧合處去排隊 傅木峰的巧合隊伍人數 不知不覺間 已經超過了其他八峰 唉 搞到傅木峰風主朱天榮 榮哥 這個面色很難看 知質吳勝高的武者 就被其他風收走了 剩下一些 什麼狗屎垃圾 平庸的武者 就來到朱天榮這裡 到了最後 他只能夠在八大風主 選過之後 撿回一堆垃圾 不要看朱天榮的面貌 給他凶狠 其實其他人是不了解他 他性格比較暴躁 對待弟子也比較嚴厲 不過他也沒辦法 呼木峰不可以這樣下去 現在天空中的烈日漸漸偏西 亭頂山上的氣溫就變得涼爽起來了 直到此時千尋中收徒巧合 終於結束了 山天之上 只剩下最後兩千多人 正所謂有人憂愁就有人笑 留在平頂山上的武者 心情如月落 成為千尋中的外門弟子 他們就相當於如若龍們 數年之後 絕對就是一方的強者 能夠追逐更高的武道 而被淘汰離開了平頂山的武者 就心情低落 他們運氣好的 還可以繼續追求更高武道的機會 運氣不好的 看起來就只能夠平庸度過一生 不可能有什麼大作為 離開平頂山的武者 是被千尋中收徒巧合 淘汰的 證明他們的資質誤性都比較低 而留在平頂山的武者 是經過九大風主 最後的選拔才選出來 都是天才 好了 各位風主 收徒巧合已經結束 我們都應該帶著弟子 回到千尋中 我們走 齊雲峰風主羅定 語氣冰冷 說了一句之後 他就帶著齊雲峰的幾個內門弟子 以及一眾外門弟子 以及三個記名弟子 是快步離開了平頂山 天壯 其他風主 也帶著弟子 紛紛離開了 不難看出 除了獨青羅和江夢元 阿羅定亞等等幾大風主的神情 比較落幕 他們都招收到很多天才 但沒有一個資質誤性 可以跟沈夕和南玉蝶相比 狗鳳之間的競爭 就相當激烈了 直到八峰的人全部走了 讀青羅這邊才招呼一聲 帶著一眾弟子 快步離開了平頂山 齊雲峰和南玉蝶都在其中 這個時間齊雲峰內心很期待 不知道千尋中是什麼地方 和讀大學有什麼區別 齊雲峰雖然是晚霞峰 卑微的記名弟子 只不過我鬥志很高昂 記名弟子的身份 就不是我目標 我要努力修煉 爭取早日成為外門弟子 甚至還要做內門弟子 做核心弟子 夢想是要有的 否則跟鹹魚有什麼區別 現在夜色降落 齊族號等等303個弟子 終於在讀青羅和幾個 晚霞峰內門弟子的大領之下 來到一座平原之上 平原的中心處 有九座立於雲端的山峰 九座山峰是圓形分佈 環繞著一座壁綠色的美麗湖柏 那湖柏的中心 有一座千丈高的大山 那裡就是千尋中了 齊族號很驚訝地看到 九座大山被一層淡淡的 金色光幕所笼 這個金色光幕是一座震發禁制 保住整個千尋中 想要進入光幕 就需要特殊的禁制令牌 齊雲峰和望丘峰相連的山領之上 有一座寬闊的石階道路 道路的前端 千尋中的一對守衛 在那裡一動不動地斬著光 看到獨青鑼帶著油過來 一個守衛立即取出一枚金色的令牌 拋向空中 山領上的金色光幕自動分開 形成一個門一樣的通道 大家趕快進來 獨青鑼交代一句 文言齊族號所有人都瞬間回過神來 邁開腳步 飛竹就跑進去了 隨後 領牌又落入了守衛的手中 光幕又恢復了原狀 哇 好神奇啊 什麼高科技來的 齊族號在心中 就感慨一句 看來大中門的手段 都不是現在的他能夠理解 翻過了山領 齊族號等人 終於都看到了美麗的封一湖 哇 這裡真是人間仙境 太美了 五A級 好了 大家速速上船 見到齊族號等人試試試雨 好像沒見過什麼世面一樣 獨青鑼就好鬼不屑地說了一句 他當先行上一條大船 而晚霞峰就在齊雲峰和望幽峰的對面 必須搭船才可以抵達 齊族號 封一湖中央的各座山峰 就是千尋中的主峰天幽峰 各峰的外門弟子 是不可以進入天幽峰的 只有晉級的內門弟子 才有資格去天幽峰 對換功法武技 以及器物丹若 南浴蝶又來了 NPC講解 他低聲跟齊族號說了一句 天幽峰上是住住千尋中的宗主 四大殿主和諸多護法的 以及還有很多的精英弟子 那裡就是千尋中的核心所在 天幽峰才是他們的真正目標 齊族號這邊微微點頭 現在住在天幽峰上的人 都是千尋中的高手 要知道 尹默境界的武者 在千尋中 不是記名弟子 就是外名弟子 只有營圓境界的武者 才有機會成為內門弟子 而到了納寧境界 才是核心弟子 修煉到納寧五層之上 才有資格成為精英弟子 至於千尋中的三十六執事 七十二護法 那些都是化圓境界的高手 而千尋中九大風主 四大堂主 以及九長老和宗主 更加是化圓境界中的絕頂高手 哇 這麼高一座山 這麼多高手 厲害厲害 南玉蝶接著就祝福了 齊族號 到晚下風 我們見面的機會就會很少 你要好好照顧你自己 嗯 南姑娘 你都保重了 你不用擔心我的 齊族號語氣都很嚴肅 現在大船破水而行 過了足足半個時辰 終於停靠在一座美麗的山峰邊上 這座山峰 就是九峰之一 晚霞峰 只見一條石階山道 是彎弦而上 直達晚霞峰的山頂 在晚霞峰半山腰上 有一座座豪華的宮殿 齊族號等人 就被帶到這裡 就是晚霞峰的外門區域 之上就是內門區域 再往上就是核心區域 山頂就是豐主居住的晚霞峰 不單是晚霞峰 千尋中九峰弟子的地位身份 都好像這些宮殿區域分佈一樣 越往上就越高 住在最底下的區域 地位也都最為低下 享受的資源待遇也都最低 光明幫他們安排住處 那晚霞峰的規章制度 他們必須全部背屬 明白嗎 外門區域的巨大廣場之上 獨青羅對一個女子 就祝福一句 文言那個女子就連忙應事 他就是晚霞峰外門區域的管事 晚霞峰外門弟子 全部都看他頭的 獨青羅這邊就輕輕點頭 隨後就華峰一轉 對了 你三個人都是記名對子 你都安排一下 話音剛落 他就朝著山下快步而去 今天 在千尋中五年一度的修圖聖典 九大風主從平頂山歸來之後 都要去天幽峰向宗主和九大長老 回報情況 看到南玉蝶等人被光薇分成兩批 分別帶入了一座豪華宮殿之中 齊足浩和身邊另外兩人 就只能夠耐心等待 他們三個現在的臉色 好羨慕 好妒忌 方師兄 齊師弟 以後我們就是師兄弟 我們要共同努力 爭取早日晉級外門弟子 一個硝瘦的少年少赫赫 打破了這陣沉默 他名叫楊帆 十六歲 穩默四層境界 另一個記名弟子 就叫方大同 十五歲 亦都是穩默四層境界 千尋中的記名弟子 境界是不會超過穩默四層的 楊帆和方大同同時被讀七刑羅選中 知識誤性都不差 若果不是對手比他們強大 他們分分鐘也已經是外門弟子 齊俗號這邊 微微點頭 並沒有回話 在千尋中內 一切是以境界實力說話 齊俗號十八歲 只不過是穩默一層境界 才不然是少師弟 年齡不可以令他的身份抬高 相反 會令他顯得毫無尊嚴嗎 比兩個十五六歲的少年 稱呼為師弟 齊俗號心中 就很不甘心了 但是沒辦法 誰叫你境界低 不要說十五六歲 就連年紀最小的十四歲少年 只要境界比他高 也可以叫他師弟 齊師弟 不是師兄說你 就你這樣的境界和資質誤性 來千尋中 完全沒有出頭 何必拿苦來生 我看你還是早點離開吧 方大同忍不住就說 語大嘲諷 方大同和楊帆 都是穩默四層境界 晉級五層很有希望 而一旦挑戰外門弟子成功 更可以一躍成為外門弟子 擺脫這個記名的身份 得到修煉的資源 而齊俗號 十八歲 依然是穩默一層 晉級五層 基本上可以說是毫無希望的 來千尋中 就是裸架來雕 裸虎來身 打算大家都要跟這個廢物相處 方大同 就很不爽了 齊俗號聽了 心中雖然說憤怒 但是也沒有太過在意他的話 也沒有必要跟他計較 有你講 時間會證明一齊的 怎麼啊 齊師弟 你啞的 不懂得說話嗎 見齊俗號不回話 方大同就更加生氣了 楊帆看齊俗號的眼神 也很討厭 只見他冷笑一聲 齊師弟 我們說話雖然不是這麼巧聽 但是你也要承認 你就是那條廢柴而已 齊俗號真的聽到 我雙拳緊握了 你們好了 我真的很想打你們一頓 不過 最終都是理智壓制了憤怒 他拿什麼去打方大同意人 這裡是千尋鐘 又不敢施展火塵路 而且現在不是打人的時候 是不要讓他們打回頭 心碎至此 齊俗號很勉強地逼出一抹笑容 點頭欺腰就陪著笑話 楊師兄 方師兄 師弟我不是雅 你們說得對 我 就是一條廢柴而已 齊俗號 我們不是攻擊你 你明白嗎 明白的 明白的 是咯 大家日後都要相處 真誠點好 是 真誠 真誠好 好 第27章 蓋揮羅齊俗號 閒話小說 書接接文 齊俗號這邊很清楚 不出意外 他今後就會跟楊帆 放大同住在一起 一看就知道這兩個人不是什麼好東西 又不敢施展火神怒 肯定會被他們欺負 他現在就裝了乖巧 免得惹來不必要的麻煩 哼 你還知道說話嗎 方大同冷笑一聲 話風一轉就說 齊師弟 不要怪我們不要提醒你 以後你就要聽我們的 若果不然 有排你受的 明白嗎 方大同一邊說 中朝珠齊俗號 給了給拳頭 齊俗號現在心中 恨不得現在就殺了你們 不過表面上就繼續賠消 是 是 師弟我會做的 哈哈 如子可教 楊帆這邊 就事無幾達大笑起身 他應該就在那裡想著 以後 怎樣砌齊俗號 生豬肉 齊俗號這邊 就低頭不語 一副惶恐害怕的表情 而楊帆和方大同 就十分享受他這種狀態 兩個人 就繼續拿著齊俗號 玩開心 只不過這個時候 管事的光味 就從宮殿之中 走了出來 你們三個跟我來 他是連看都懶得看他們一眼 光味呢 扔下一句話 就快步離開了 見到這樣的情形 齊俗號三人 不敢有任何的不悅 或者不滿 是連忙快步跟上 時間沒有過多久 他們三個呢 就被帶到外門區域的一座 簡陋的軟落當中 而光味 就扔給齊俗號三人 一人一本書 從今以後 你們就住在這裡 這個是記名弟子的規章制度 你們了解一下 從明天開始 你們就必須要當日完成當日的事 如果不是 就寵罰 明白嗎 是 管事大人 齊俗號三人 就連忙應事 他們都很苦惱 這個 就是記名弟子的悲催 光味這邊 就微微點頭 並且遞給他們三人 是一人一塊領牌 這個就是你們的身份領牌 今晚你們才仔細看一看這個規章制度 明天自然會有人過來幫你們安排 進去休息吧 話音剛落 江味呢 曬曬曬 就已經離開了 齊俗號三人 看著破敗不堪的軟落 心中就一陣無語 唉 走吧 我們進去看看 都不知道有沒有皮肉之類的生活用品 楊帆這邊 嘆息一聲 齊俗號 和方大同 就和他 分別推開了一間屋的屋門 三個人 猜疑轉身相視 這三間屋 就沒有人住 隨即 三個人就繼續查看其他的屋 誰啊 突然之間 一聲冷渴自屋內傳來 齊俗號三人就驚疑轉身 這個時候 屋內已經著了燭光了 一個新型葵梧的中年人 赤著上身 緩緩從屋中就走出來了 做什麼的 中年人打量著齊俗號三人 楊帆這邊就連望回應到 你好 我們是剛來的記名弟子 聽了這番說話 中年人就仿然點頭 厲害了 不要打擾我休息 這麼多空房 你們隨便住吧 中年人說完 反手就把房門關上 燈火熄滅 齊俗號三個人就一簾望遠 哇 扑街 那些屋 只有一張冰冷床譜 而且堆滿灰塵 皮肉等等這件事 什麼都沒有 隨便煮 怎麼煮 齊俗號這邊還好一點 我有棺材 是吧 方大童和楊帆 簡直就發狂了 他們都算是棍城的富家公子 哪裏受過這樣的罪 只不過來到這裏 他們都有苦不敢言 只能夠心中抱怨 齊俗弟 打掃衛生的事就交給你了 你趕快去撿兩間乾淨的屋出來 楊帆和方大童 不約而同 網向齊俗號 兩個人的面相 滿是不懷好意的笑容 幸好還有個齊師弟 蛤 若果不然 不就要自己去撿屋 這樣的話 不知道要吃多少灰 只不過 齊俗號這邊 心中有一萬隻草泥馬奔過 但都只能點頭說 好 師弟我現在就去 兩位師兄請稍等 唉 人在屋檐下 哪有不低頭 齊俗號都只能把心中憤怒 埋藏心底 總有一天 他會令方大童和楊帆後悔 但是現在呢 就只能乖乖聽話 免得要遭受疲辱之苦 過了好半天 齊俗號辛辛苦苦 才整理出三間屋 哇 這些屋呢 就不知道荒廢了幾年了 雜七雜八 收拾起來呢 就相當之麻煩 搞到他一身的灰塵 狼狽不堪 兩位師兄 那個屋呢 收拾好了 齊俗號肯肯瞪了一眼 在軟落之中休息的楊帆和方大童 心中就在想 你兩隻仆街啊 當我撲擊的街馬 我頂你的肺啊 楊帆和方大童這個時候 才慢慢起床 查看了一下屋 兩個人分別選了一間比較順眼的 將最圍破爛 甚至頂上 還爛了幾個大洞的那間屋 就留給齊俗號 辛苦齊師弟 好晚了 你到休息先啊 方大童輕笑一聲 進了屋 將門鎖上 他的話呢 就不是這次感謝齊俗號 更加似是在嘲笑 齊俗號這個時候 一話不說 就進了自己家屋 這麼大個軟落 屋就有十幾間 最好的一間大的 已經被個中年人佔據了 剩下十幾間 只有三間少微似的樣子 其他的屋就更加破敗了 唉 沒辦法了 稍微好一點的兩間屋 都被人搶走 齊俗號 就只能夠屈就在這間 屋頂樓宇的房間之中 將個背囊放在木床之上 齊俗號就暗而探飾了 他就沒有睡覺 而是拿出了麥靈草的藥汁 開始提升自己的境界 現在來說 修煉是比睡覺更加舒服 而且 你叫我怎麼睡啊這裡 時間就過得很快 又過了一天 天都未降 一陣急速的敲門星 伴隨著一聲奧奴的冷渴聲傳來 齊俗號收起玉瓶 起身打開房門 他就好疑惑 嘩 這麼早叫人起身 誰這麼無功得心 但是打開門一看 齊俗號都為之一令 原來這個人 就是昨晚被他們吵醒的中年人 他的手中是抱著兩套灰色勁裝 冷冷掃視齊俗號的頭髮 齊俗那些奇妝異發 然後說到 我是晚霞鋒記名弟子 曾兒書 也是這裡的主管 這個呢 就是記名弟子的服裝 馬上換相 我安排你們工作 說著話 他把兩套勁裝 就丟了給齊俗號 曾兒書轉身 就敲響了楊帆和方大圖的屋 很快 他們三人就換上衣服 來到了院落中央 此時 除了曾兒書之外 那院落當中 還有另外的五個人 齊俗號心中就很驚訝 曾兒書 是個差不多四十歲的中年人 其他五個人 全部都是二十幾三十歲的青年 而他們的境界 除了一個是穩墨四層 其他五個都是穩墨五層境界 不是吧 進級五層 就有資格挑戰實力最弱的外門弟子嗎 為什麼這裡幾乎都是穩墨五層的記名弟子 齊俗號心中就想 完全想不明白到底什麼回事 曾兒書等人面色冷淡 掃視著齊俗號三人 過了一陣 他才列嘴一笑 拿出了一本紀錄本 看了幾眼之後就說 齊俗號 楊帆 方大圖 從現在開始 你們三人 就是我曼霞峰記名弟子中的一員 你們要做的 就是做完我每日交代你們的任務 明白嗎 明白 明白 齊俗號三人連忙回答 看來 他們的苦難日子 絕至都來到了 看他們這麼乖 曾兒書都微微點頭 接著就說 你們來到這裡 就不要經常想著進級外門弟子 因為你們沒有那個實力 安安心心在這裡度過一生 至少溫飽不成問題 好了 他們五個 是你們的師兄 洪俊 少飛騎 傅益 賀榮歡 申拳 以後你們三個 要向他們好好學習 知道嗎 曾兒書接著就說到 齊俗號三人 就向洪俊五人抱拳 好客氣地 喊了一聲師兄 但是他們心中全部都十分不解 為什麼曾兒書會說出這番話呢 難道記名弟子可以進級外門弟子這件事 是留的 曾主管 我不是很明白 為什麼我們成不了外門弟子 心裡邊還想著齊俗號就脫口問出來 而方大同同楊帆 都和齊俗號一樣 神情形寵 看著曾兒書 等待著回答 但是曾兒書看他們三個 好像看傻佬一樣 好不屑地冷笑一聲 洪俊進入了晚霞峰 五年了 他進來的時候 是穩密三層境界 如今只是四層 五年進級一層的境界 不是他資質不成差 而是根本沒有時間練 曾兒書接著就說 蕭飛騎 進入晚霞峰十年了 如今只不過是穩密五層境界 十年進級兩個小境界 而他挑戰的十個外門弟子 都是失敗告終 你們說可以怎樣 傅益 賀榮寬和新潔 他們的情況和趙飛騎差不多 而我呢 進入晚霞峰二十幾年 境界一直都停留在穩密五層 挑戰失敗百幾次 我都不抱任何幻想 所以 你們 打燒那個念頭 不要有理想 這樣活得也不用那麼痛苦 我們一 就沒有時間練 二 根本就沒有資格修練武器 還想打敗外門弟子 發夢 真正 爭議書一口氣說了很多話 齊足號三人頓時就明白了 成為晚霞峰寄明弟子 一日要工作九個時辰 剩下時間 連睡覺都不夠 談何修煉 而且寄明弟子 根本就沒有資格修煉千層中 哪怕最低級的武器 所以即使你能夠修煉到五層境界 對上修煉了武器的外門弟子 就算是最差的外門弟子 都注定了是落敗 齊足號三人 此刻是深深吸了一口氣 過鐘的性質 他們絕之都明白 可以說千層中的寄明弟子 就是幫千層中打仗的 不出意外 一個都不能出頭 齊足號反而沒有那麼多情緒 方大同同樣發 一念就血色全無 哎呀 總之是這樣 還不如去其他中門發展 一旦來了千層中 至少都要蹲五年 若不然連走都走不去 是的 大中門就是大中門 有規矩的 不是你想來就來 想走就走的地方 看到齊足號三人的表情 曾二書都暗暗嘆息一聲 想當年 距離千層中晚霞峰的時候 都好像齊足號三個人一樣 現在呢 二十幾年的努力 已經令他放棄了最後一絲希望 而曾二書和洪俊六個人 之所以還留在晚霞峰 真是因為他們都是窮府的散修 離開千層中 他們去哪裡都沒有任何作為 還不如留在這裡 還有一頓溫飽 甚至還可以賺少少錢 不像那些所謂有家底的記名弟子 滿五年就想逃離千層中 其實齊足號三人和他們一樣 都是同是天涯淪落人 好了 你們都不用想那麼多了 滿五年你們就可以走 但是一天在這裡 就要聽我的 曾二書畫風一轉 就問了 記名弟子的規章制度 你們背色了嗎 蛤? 背...背啊? 第二十八章 就來疲死啦 規章制度? 齊足號三個人回過神來 頓時就一面無魚了 我連規章制度是什麼都不知道 探河杯頌 他們住的那間屋 連半支蠟燭都沒有 沒有燈光 怎麼看規章制度 曾二書這邊 顏色就逐漸沉下來了 冷渴就說 看你們的樣子 就沒有把江管士的畫放在心上了 好大膽啊 今天如果你們要去工作 不了解規章制度 那怎麼辦? 曾二書是被他們激到飆了火 好想打他們 不過記名弟子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好複雜的 如果因為他們三個人 不了解規矩 闖了和 要連累就是我的 曾助館 屋裡變這麼黑 我們想看也沒辦法 見到楊帆和方大同低頭不語 只得齊足號 硬著頭皮就解釋一句 又真的 都沒連看都看不清 又怎麼背熟他呢 這樣都有錯 文賢呢 曾二書真是 眼皮一頓 擺手就說 算了 這件事我不追教 我給你們一個時辰的時間 你們全部給我牢記 一個時辰之後 我再來安排你們工作 曾二書講完 轉身看了洪俊五人一眼 就說 你們先做事 他們剛來 今天就負責打掃衛生 全部給我醒點 多了三個人 我們的工作都會輕鬆不少 好事來的 是 主管 洪俊五人就應命離開 曾二書講得都有道理的 多三個人 他們的工作壓力 就能夠減緩幾分 這樣一來 大家都多了修煉的時間 看著過規章制度的內容 齊足耗了十分無語 原來 基明弟子 在千尋中高層眼裡 簡直就沒有當人體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